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下半身是皮 你们俩都是搞设计的 是吗 你经常跟什么著名的名媛 什么明星定制礼服 对不对 对 他们一般都会有什么奇怪的要求 其实我觉得来定制的人他们就还蛮了解自己的 都是有一些独特的要求的 比如说 比如说哪个地方是比较想要盖住 每个地方是比较想就是 露出来 露一点 对 那么原历是想露出什么 对 我一直没有当面请教你 就当时这个原历当然是穿出了精神 穿出了水平 但是呢 这个衣服确实是你设计的 对吗 对 那么你谈点什么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 我有很多设计我是管它叫做能变的衣服 有的裙子我是长礼服 但是那个拓摆一摘就变成一个小礼服 或者是一个鸡尾酒可以穿的一个裙子 其实它这个裙子是有一个衬裙 是一个肉色的 但是我觉得说现在用这种蕾丝的元素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喜欢那种没有时间段的设计 就是没有timeless 就是不是说这个季节比较流行 那个季节就不流行 因为我们做婚纱的设计 很多东西是要传承给下一代的 所以我用的这个蕾丝的这个元素 是我觉得就是我比较喜欢用的 而且这种做法 就是其实里边整个是用了一个 肉色的这个corset 就是一个胸衣去把这个蕾丝托起来的 但还有一个肉色的那个衬裙 所以整个设计里面就是 能遮住就蛮肉色的 对 当然 当然了 当然就是整个设计的这个感觉 就是说它又可以性感 但是它该遮住的东西 地方又遮住 就是它奇妙之处 但是当然也有两种方法可以穿它 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拍过一些照片 是穿过这条裙子的 我里边是穿了就是这个 黑色的紧身裤 就没有穿这条衬裙 你也可以选择不穿 或者你也可以穿 我也试过就是穿着衬裙穿 对 那你比如说按说明星 有很多他就是标新立异的嘛 你比如说走这个红毯 怎么样能够最强劲 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你比如说你对那个 Lady Gaga那种着装 照你们设计师看来 是不是还是感觉很有个性 其实看你要怎么去阅读 Lady Gaga她这个人 其实我觉得Lady Gaga 她的外形其实是代表 她自己本身的一个意志 你知道 她不是只是在单独去穿一件衣服 去夺人眼球 其实她是借着衣服来表达她的一个语言 去传达一个讯息 但往往我们只是单一的去看 她今天又穿了一个耸动的东西 其实我相信她的内在是在挑战某些东西 你知道她可能最有些东西是不满的 或者想要做到更多的 那其实我们都应该非常谢谢Lady Gaga 因为有Lady Gaga的出现 一下子把路都打宽了 让我们多了一个可能性 你知道所以往往我觉得 到时候就该一个 出现一个这样子的人 让大家的眼球打开来了 你知道可能性变多了 但是呢 另一个明星要学她那么穿 可能就东施笑评了 其实我刚刚私底下跟明子 还聊过这个事情 我对红毯这个事情 特别有我自己的一个意见 你知道想要表达 其实身为一个艺人 我不是说我 我是身为一个你知道艺人身旁的人 一个艺人设计师 对身为一个艺人身旁的人 其实我常常有这种感受 其实因为艺人她的生活 其实他们的圈子 是比我们一般人在受到限制的 什么限制 比如说因为 其实因为 这要怎么讲 其实艺人其实他们是属于是放的 时间很少的 对 因为第一她可能是对外界的资讯 稍微的不像我们那么的直接 获得的资讯那么直接 那艺人其实往往是在做一个释放 但是你看 接收资讯的时候 她是在吸收 你怎么可能既在释放又在吸收 所以艺人怎么得到吸收 就是她身旁的人 所以往往艺人 他们在红毯的时候 被受到批评 真正该检讨的是我们在身旁的人 你知道其实这个就跟一个婚军 他们这些中国这些明星走红毯 是他们自个儿挑衣服穿吗 还是身边 我要说的 不管是他们自己 是不是自己挑衣服穿 那肯定旁边是有一个 有意见的 对 有人给意见 其实 我的观点刚刚没有讲完 我刚才观点是说 其实这个就像一个婚军跟一个明军 是一样的道理 当你穿上身的时候 你身旁的人是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看对这个事情 艺人穿上身了 往往旁边的人不管好坏 在一味较好的时候 这是害了艺人 对不对 就是跟这个皇帝身边的 这些宁臣一样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真正该负责任的 往往是身旁的工作人员 不管你是谁 你是经纪人 你是身旁的人 你是造型师都好 往往该做更多功课的 更加强自己的 你知道应该是我们身旁的人 我们提供对的讯息给艺人 我一下子说了一点 就是我们在台下说的时候 我觉得他说很对 就是他很不喜欢一些 化妆师也好 造型师 就用他自己主观的观点是 就应该怎么穿 因为他面对的 面对观众的是那个明星 对 他可能惹了祸 或者是在他头上 但是为什么要走红毯呢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祝福 是一个庆典 你是为了这个行业 大家可以去庆祝一下 不是 你知道 就是说我看的不多 但是老实讲 我觉得中国这个红毯呢 它走不成 你知道吗 它走的不是那个气氛 就是你看最近什么 金鸡百花电影节 还有几个电影节 就是人家当笑话讲 好家史上最长红毯 189米长 甚至这个红毯两边 还设五排座位 还卖票呢 但是我可能是 我承认我是有点重阳媚外 很多事情我老觉得 外国人搞很有样子 中国人一搞 不是 比如首先这个明星吧 经常不到齐 就没几个明星 听说最近一届 说唯一几个打眼的 都是这个华谊兄弟的 什么稍微有点名气的 观众还能有点反应 以至于那个主持人感到非常 过于兴奋 等到王中磊走过来 说介绍 这是著名男演员王中磊 大家还在笑 就是等于说 这个你知道吗 明星辽络 没有几个人 而且呢 还有时候还说这个卖票 卖票 两边弄上看台 我怎么觉得 这像看什么一样呢 其实红地毯是一个 很残酷的事情 你知道其实红地毯 OK 对我来讲 红地毯的定义就是 当一个团队 他们花了那么多时间 把他们作品做出来的时候 红地毯是他们 最受到掌声跟欢迎的时候 可是这个时候 很容易的就会变成一个 比较高低的一个状况 你知道当一个大明星 走过去的时候 哇 他闪光灯无数 大家在注意他 可是其他很多人 也有付出的人 在走过去的时候 可能是刚入行不久的 一些明星 他没有受到那么关注度 他被拢坐在旁边 那时候他们的信心 你知道他们的那个心情何在 所以久而久之 其实红地毯是一个媒体 为了方便夺人眼球 应复制去庞大化的一个东西 因为大家变成茶余饭后 喜欢讨论那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被膨胀化了 他其实原始的初衷 就是一群很可爱的工作人员 哇 这是他们最荣耀的时候了 但是因为是我们的角度去看他 他变成一定要 那我们希望有茶余饭后的话题 编着他们一定要去编着这么的花枝招战 其实我觉得这些是否都做得太过 真的做得太过 其实我觉得只要是礼貌尊重场合 团得得体就行 我有一个原则 可能是我偏见吧 就是我不走这个 除非能挣钱 你给我钱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原因有二 第一个原因呢 我听你说过这个话 对 我喜欢看 我喜欢看 我看不是景仰他们 我每次看我都把他们当小丑看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都觉得这帮人用粉末登场 一个个香港人讲话叫衣光静亮了 就是衣服亮了 脖子都是亮的 你看他们出来 然后因为我有过这个感受嘛 所以我在心里还能够体会 他们心里的享受或者难受 你知道吗 反正这个我想是我过时了 就因为就像这个 我小的时候成长的环境里 被人注意是羞耻 所以就是 你是像现在今天人当骄傲的 我的小的时候 我这个情一节是羞耻的 班里的同学 注意你上台 注意你 是非常羞耻而且可怕的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是我走过一回 在上海给走伤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说你的中国特色 这像上次经济讲 他们说是史上最长是吧 这其实还没什么 你们走过史上最宽吗 我平时第一次 我跟你说 那个主办单位 他是在个广场上 他那个有多宽 有500米宽 他覆盖这个广场 你知道这个宽 就造成一个什么呢 两边那个粉丝们呢 离你太远了 以至于他们也看不清 那摄影师呢 摄影师能拍照吧 但是我管他们的 问题是你自己啊 我记得我还牵着一位 安排牵着一个女人的什么手 两个人走在中间 因为这红毯500米宽 所以你简直有一种啊 辽络之感 你知道吗 就怎么半天看不到 一公里内看不到人的感觉 你们两个人就那么走过去 那次是把我伤害了 就所以我总是有这原则 我就是觉得有些事中国人弄啊 我为什么老觉得别扭呢 我这是一种偏见吗 其实我也去过很多很好的 办得很好很好的 然后不是很长 然后当然可能也是一些国外的品牌 在这边做一些秀啊 然后就是之前有一个红毯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慢慢的 会吸收好的东西 这不就是 我觉得尤其是北京啊 很有意思的地方 所以大品牌都喜欢在这边办活动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就跟海绵似的 很喜欢吸收新的事物 新的做事方法 而且呢 我们还能够吸收了之后呢 我们还能够变 这一变呢 就让我发现 要不说我就觉得我是 后来我看这个时尚杂志啊 我就觉得我就太过时了 为什么呢 你已经完全不知道 这年头是怎么混的了 现在红地毯呢 是个舞台了 它是个主舞舞台 你比如说我那次看到人家采访 采访范冰冰 我不是说范冰冰不好啊 范冰冰我才知道 这对他来说啊 是一个团队到嘎那电影节上面 他你看他采访 他就在回顾 我们这个团队是怎么样的紧感慢感 然后要换好了衣服 要在多短时间之内 把我这个妆化好 要让我穿这身龙袍 还是什么鹤袍的 要出现在这个红毯上 我一看 这就成了我们电视台做晚会 这晚会的舞台不在台上啊 在红地毯上 其实因为我在做这个高级定制这个行业 在全世界的这种高级定制品牌 他们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在红毯的时候 哪个明星穿他们的衣服 甚至于有一些珠宝的品牌 他们花钱去给那些明星 就是贴钱去让他们带那些珠宝 都有 就是这个是 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展示他们作品的地方 还是演员展示他的地方 还是都是 都是吧 都是 可以说是都是 大琪走过吗 大琪肯定应该经常走过吧 没有走过 我其实 你怎么可能 因为我本身性格其实不是那么喜欢的 你知道被人注意 所以基本上 但是你很会穿呢 我有一个我不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没有你们在身边 我一穿肯定特徒 你知道吗 你下次打给我 对啊 你哪好意思呢 往那站就自残行贿了 但是像你 你这多会打扮呢 我还好吧 其实他的打扮 因为我们做好多期节目在一块 他打扮其实基本上都是来来回回 都是那一些 但是呢 他是就是自己的一个感觉流露出来 不是说靠一些什么饰品啊 什么怎么样搞怪的去做 对 我就觉得大琪穿上衣服特别好看 其实人穷们 衣服比较少了 就这个样子 没有没有 没有 其实要抓到自己的特点 你知道 我觉得讲到红毯这个东西 我可以把讲到 为什么红毯老少讲到穿中国风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中国风的表现一定只是那几招嘛 其实中国的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 你知道我们应该表现出来的是精神 而不是只是单纯的刺绣跟颜色 跟一种形式上的 你知道真正能感动人心的 应该是精神上的一个东西 其实我自己也尝试过挑战所谓的中国风 你知道但是那时候我第一开始 我之前接过一个case 好 人家要求中国风 好 那我怎么去做中国风 我第一时间我告诉我自己 为了不要重复 为了表现精神 我放弃了刺绣 我放弃了剪裁 但是我想表现精神 我就开始想中国何谓中国 中这个字其实我特别特别喜欢 中它是不高不低不上不下 它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平衡点 其实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字 那我怎么样去把这个平衡 做出来表达出来 把这真正的中国精神 后来我就觉得 我决定用两个形状 一个是圆 一个是方 方它永远都是在一个中间的状态 而方它永远是非常的稳 我觉得圆跟方都可以非常适合 来表达其实我们老祖先的 一种中心思想 但是往往的 有时候这就讲到 我刚刚所讲的 我们这些提供者 我们自己的功课做得够忙 中国只是能用刺绣 这些东西来表达中国 对 其实我们应该做更多的功课 真正的工作人员 我们应该做更多的检讨 更多的探索 你知道 所以我们可以到国外的时候 其实你看 不管你说的龙袍 风袍 什么袍也好 老外应该也看腻了吧 对 对 其实第一次看新鲜 第二次看 这是他们的文化 第三次我们口袋还有什么招 这是我们提供者 应该要好好去思考的 下次应该去做些什么 我们可以做一些 表达我们的精神面上的 我们的文化面上的 没错 不是一个表象 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我其实用另外一个方法去考虑红毯不红毯 为什么我现在在主要是在做婚纱的定制呢 因为我觉得那个新娘走进来的时候 在教堂也好 在一个晚宴也好 那一天她就是红毯上唯一的明星 另外一种方法去表现红毯 而且不傻 因为那天是你的好日子 你知道这个差别在哪吗 新娘跟红毯的差别在哪吗 在哪 因为新娘其实走在她那个新娘的红毯的时候 是受到大家祝福跟赞美的 可是明星走在红毯的时候 现在因为很多被你知道大众一种看笑话 歪曲的心态 一开始你就不再尊重她 所以你会忌惮你挑骨头 所以明星的红毯跟所谓的新娘的红毯 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被受到祝福的 一个是被我们准备要去看好戏的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纠正我们的观念吗 我们多给予一些祝福 我们多给一些 其实这样子是互相的 我们用一种好的心态去看红毯 自然而然以后下一次再下一次 我们才有机会去成长 所以呈现东西才会更好看 我们一味的只是包着一种看笑话的心态 我们就在说重复的事情 所以教养这个东西是慢慢来的 是你短期内也要原谅中国 它没有办法 你在短期内只能是超现成的 比如说我们要中国元素 那肯定就是龙啊 凤啊 但是你接下来再走 就需要更沉着 更有内涵 老外已经看腻了 这招完旧了 老实讲就是我现在看着故宫 我都觉得清朝皇帝也挺俗气的 这是大红大紫 弄得跟戏台似的 可是呢后来你到台北故宫啊 你见到这个汝瑶 这种汝瑶的颜色 叫雨过天清云破处嘛 那么一种颜色你才知道 原来宋朝人或者宋朝的这个皇室啊 人家玩的是这么一种水墨丹青 这么一种很雅的调点 所以连你所说的中国 也不是一个符号 就能代表所有的这个 你怎么凭什么说中国元素 就是这个呢 就是扭阳根或者就是龙呢 不一定 所以现在啊 这中国也挺有意思 这你刚才讲的婚礼 上次我听一个马卫都先生来讲啊 我们现在啊就是什么都是一锅汇 而且自己有创发 这个创发呀也没有什么连续性 就是他就去参加一个婚礼 有意思 他说热闹 就是说这个新娘啊 还是个非洲的 是个黑人的女士 新郎可能是一中国人 然后他说那个婚礼叫热闹 他说你我一看 好家伙扎的大标语啊 那大标语上写什么 你说他是对联吧 他也不成对是吧 就上联写 黑人好看 你这下联写什么 越看越好看 然后就说好 嘉宾们坐在一起 然后就开始那个什么飞机撒糖 那个喜糖啊 就是一个那个滑翔伞啊 那哥们啊就在天上飞着 你知道吗 绕着要往这个这个宴席 露天的宴席上撒这个喜糖 结果飞了好几圈啊 也找不着地方 后来好不容易 差不多俯冲轰炸 觉得找对了 哗 喜糖 洒下来 结果呢地上又吹了一阵风 那喜糖全洒旁边树林子给去了 就说哎 这中国有戏看 咱们吃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先看看啊 看看也有当年咱们的名媛走秀的 你可以看看这个历史照片 那这是谁呀 宋氏三姐妹 这是上个世纪 宋庆龄 宋美龄 宋矮龄 这仨姐妹当年是在抗日战争 现在看得很范儿 对 在重庆的时候 那大帽子 走秀 就是走在那个最里边那个 好像这个首饰略显莽撞是吗 这挺有意思 是吗 所以我就在想 其实我们说挑剔中国的明星的这个穿着 我觉得挑剔人穿什么衣服 是个全世界的话题 是 也不一定是中国 你像我在英国啊 我早上一开电视啊 我就发现呢 有这么一个王室啊 他们节目能多做俩小时 就是这王妃啊 今天穿了什么衣服 这俩主持人真就聊这个 就是他穿什么衣服 你像好莱坞这个 不也整天就是好莱坞红毯走的 也是时装各界就开始评论 他穿的太土了 他穿的太怪了 怎么 不也就是点评就挑剔吗 其实也不一定全都是挑剔了 也有说好了 为什么大家喜欢聊这个呢 这整件事情就是一个娱乐嘛 其实看我们是要多震惊巴本的 去看这个事情 其实这个本来就是提供大家 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 美国人他们 英国人他们这么做 还不就是为了销量 每一次奥斯卡之后 他们还专门有一个节目 是专门说这一次 奥斯卡的人穿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不光是女的还有男的 但是像这个明星平常 比如说找你做什么衣服 或者提供什么参考意见 你觉得他们比较怕什么 胖 怕胖 对 就是我觉得不可能 每一个人都是完美的 他肯定有一些地方是 比较要注意的 然后譬如说他就群长 有的人他就不能是在乞丐以下了 因为这样学习了他爱 就是譬如说一些这些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永远想显得瘦 是吗 对 他怎么也能显得瘦呢 减肥啊